各位聖母軍 睡覺的兄弟姊妹 , 我們要蒐eg 早上回台參與閃 , 《廣州三日圖城記》 , 給大家看伯母、伯父 師傅。 這一部片 ,我最認真是我的第一部片 , 廣州《大陸獨城記》 , 《大陸獨國》 是發 Gay紀念 《大陸獨國》 , 《大陸獨國》 《大陸獨國》 , 《大陸獨國》 《大陸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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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慧康,一名一首, 這次公司便開發。 映華故事是講述在明朝末年過時, 五三貴聰官一怒為紅顏, 引其哈魯入關。 自此引狼入室, 中原生靈陶壇。 過時漢奸走狗買國賊相可喜, 僅腳帽,買國求榮,屈實蜻蜓, 帶著其哈魯貝拉拉和南下廣府, 佛歷2192年農曆十二月, 已公憑南洪 , 大拜慶公宴, 那豆沙貝拉拉和比鴨爺更可愛。 慶公宴果雪, 細成十五條長巨子, 穿肚子短裙跳腰那麽香煙舞。 它 火某所思爺 哈治縣拆鞋 誠得它開心, 成這隻雞它入, 可是這條爛坦目霧、 無腹消瘦, 還被人當作笑臭。 當時唱第一支曲《南征歌》。 在省城,梁廣總督道永和,江友將軍, 中書石人曠露,樊誠恩將軍,齊齊開會。 商量點九七應府班旗哈佬, 最後決定先行招兵。 當招兵告示一出,萬七人爭著看。 東方貓王飾演賽仔,不懂得看。 問肥仔劉桂匡飾演的湯豬佬, 不過他也是,自小貧書小讀, 捱牛捱馬多奴鹿。 這麼巧,西關壽花街副少汪少某走過, 就讀解過給他們聽, 兩鬥友仔就立刻參軍。 汪少某看見他們這樣, 駕駛到心欲欲上參軍。 回到家, 由玉登陳倩宇飾演他那樣撒波大老婆汪蘇士, 就立刻發酵發燈電他, 不過他在想參軍,不過電。 他望到床上被鴛鴦枕頭, 就想翻起屎屎和老婆在樹稀春的過癮情景。 不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就不止個敢喊, 我要去我要去, 嚇到老婆問他搞什麼事? 沒有國又何來有家呢? 最後都是社交為國。 狂魯的鄉魯等狂紅, 那江有個千金江國英是江湖兒女, 兩人走得好密。 那天,在花園樹拍拖, 江國英問他的老婆, 如果其他老婆殺到黎省城, 那你這臭公會幹什麼事? 狂紅說:「看茶筆兩立, 實行那些淡泰泰泰明死活 。 江國英說他厲害, 唱番子 。 大軍矮 旋徜環 歌 給他聽, 他聽, 改變 參與 演唱完,便齊齊駕劍,不過女人似乎厲害,狂雄被她打倒, 當時剛有將軍回來,華麒哈佬已殺到北邊白雲山, 叫她倆立刻喬莊打探軍情。狂雄扮女人,和剛國英假扮城鄉客女, 被那兩斗清兵捉住要拉她們入山洞薯輪大米, 在山洞口被她們搶到威嚇爆清兵地軍情, 大批清兵最多力,狂雄、剛國英大打真軍, 最後在懸崖跳落山溪走掉。 佛曆兩千一百九十三年農曆八月初, 南洋百里縣印向吳州賺了好多銀子落山城路軍, 開大食匯,已經參軍的肥仔劉桂康和東方貓王, 為了燈夜夜唱了支曲仔、琴王曲、少男死班觀眾。 十萬清兵大軍押警,尚可喜寫封招航書 被李懸人勸她扯白旗。 農曆八月初五日當時,李懸人在收足防禦公事當時, 收到招航書,便叫那群明朝士兵向盛樓鼠喊, 省城裏面只有斷頭將軍,母頭行丹賊。 貝勒拉和聽到,吊尼老母臭花蟹, 含家臣!即刻進攻,大家都死傷慘重。 過晚,貝勒拉和飲到冤崩爛醉至返入營, 吊尼老母,裏面收賣成十幾條美女, 更多過《Bosco 》大佬你個聖母軍睡覺自由團。 這傢伙男主一條殺女上華屌她, 這女好心提她。 貝勒拉,明天一早你又要打仗, 不如早點鬥, 吾係吾夠剛又將軍打架。 誰知正壹是崩口人的崩口碗? 貝勒拉和生氣到扔她落地, 塞她入黑房。 第二天,貝勒拉和死到省城外城西門, 說要單挑崗有將軍, 吊尼老母臭花蟹, 怕你群群群群群奔走斷衙, 打賣打! 誰知真是不夠群群! 尚可喜立刻叫隊精兵帶埋藤豚去護駕, 幸好江國英知道, 一位女兒子用中國功夫 K.O. 死亡!清兵由農曆八月至十月圍攻省城, 沒有外援,明朝士兵打到殘勢, 汪少茂去總督府華家基那樣持足江友將軍, 他 說:「將給紙藥裝在銀磚裏面, 讓我扮江友將軍死入其哈魯大本營樹紙航, 然後點紙藥,為國娟駒與其敵一獲屬。 接著他 死回家,和美妻娃別,見最後一面。 欲彈陳倩如就唱一支悲壯月曲, 萬古樓芳曲,宋別,真是苦過一點點。 汪少茂班友 擔心有了錢相死到其哈魯軍營, 郭斗麥嘴貝勒拉和仍以為撩到殘勢, 出來谷宮迎接,於是點起炸藥, 波安,灰飛煙滅。 欲之口是如何? 請看《廣州三日圖成記》第二集啦! 《曉你老母秋花》是, 第一集之後, 家中和公司都好似阿哀電視那樣撿七迷, 怎麽樣有第二集看啊?